自己说说吧 为什么彻夜未归 干什么去了 我 我 你要是不想要这个家的话 就直接告诉我 我们可以离婚 我昨天只是谈谈过了 所以 所以就可以彻夜未归 你是不是去喝酒了 因为我在家里不让你喝酒 你就出去喝什么 在哪儿睡的 我那个朋友 康妮 你还记得吗 开健身房的 我昨天跟她一起去喝酒 喝得有点多了 我就住在她家里面 就我们两个人 是真的吗 真的 你是个母亲 你这么做的话 让我的孩子怎么学好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 老公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记住你自己说的话 好 好 爸爸走了啊 爸爸再见 妞妞 去拿书包啊 好 然后一会儿园了 燕子 对你嫂子好点 这个时候 互相照顾一下 嗯 你走吧 嗯 有啥当心啊 好 喂 你找谁啊 朱莉娅 哪个朱莉娅 行 行 酒吧里认识的哈 啊 嫂子 嫂子 哎 电话 哎 来了 谁啊 嫂子 你叫朱莉娅 我刚知道呢 喂 你好 对 是我 酒吧 你等一下 药儿 是我酒吧里认识的一个经纪人 哦 哦 你打啊 我去看看妞妞 喂 什么事 看看 你确定看到王静的保险箱了吗 是的 不过这几天没看见 他应该搬回家了 那 保罗卢卡的信息 会不会放在里边呢 很有可能 他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他把所有重要的文件 都会放在保险箱里 朱莉娅的电话 我该怎么办 接电话 哦 喂 蒋铭 保险箱在哪儿 这我真不知道 你确定你不会骗我吗 我不会骗你的 你 你放心 我会再查查 好 那我等你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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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在哪儿 嫂子 来 你的快递 谢谢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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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 我真的要散了 那你也不会好过 我们大家都不会好过 是不是啊 放心吧 残儿 嫂子心里有数 行 那你忙吧 我先出去了 好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卖撞片 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勒索了吗 既然这样 我想我还是会把这些照片卖给你老婆 别报案 如果报案的话 我老师很快就会出来了 再见 你别挂 继续说 听明白反应 你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我要五十万 五十万 我没有那么多钱 你说什么 没有那么多钱 五十万 听明白了吗 五十万 喂 怎么说走就走 是有点突然 美国的场地有点事情 我得去处理一下 会去多久 一个星期左右吧 你能陪我去吗 我也很想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知道 我这边太忙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不在的时候 不要太辛苦了 五十万 五十万 怎么会这么强 小姐 您好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人呢 他已经走了 走了 嗯 哦 对了 还有一张纸条 你怎么想着把我约到这里来了 怎么想着把我约到这里来了 想跟我看看皮影棋吗 就像小时候那样 怎么 想跟我和好吗 都是你做的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的话吧 所有的人都不站在你那边吧 所以 你现在快要被逼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为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要让你体会到 你所让我遭受的义气 所以你就用这样下散来的手段 给我拍你一些照片吧 什么照片 谁这么缺德 姚姐姐 她明明知道我有异病之症 还是一二再再二三的这样 她真的很想我死 太过分了 婷姨 这事我帮你去办 你别再找我算了 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对付得了我吗 让王静感觉一下 被妻子背叛的感觉 对她有好处 比起你所做的那一切 我不信你的千分之一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纯洁无瑕 要知道 我被你差点害死好几次呢 你死了才好呢 我后悔当初 为什么不 小时候很一定把你弄死呢 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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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你醒醒 你醒醒静怡 静怡你醒醒 静怡 静怡是你逼我的静怡 我不想这样的 我不想杀了你静怡 是你逼我的静怡 你醒醒 你醒醒静怡你醒醒 来人吗 来人啊 有人吗 静怡你醒醒啊 静怡 T expectingの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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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只是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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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Individual工作有。 今儿你说出大天了 我也不会给你钱了 谁在调查电梯的事 不好 小鬼 说明了有仇人要找你 你就别吓唬我了 你赶紧想想咱们怎么离开这儿 哎呦 你说没钱能去哪儿啊 我现在就让黄金天 今儿他不过钱我就跟他拼了我 也行了吧 他都落魄成那样了 你跟他拼能拼出钱来啊 你不顺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知道找谁了 请差点事 谢谢啊 哎呀 哎呀 哎 找钱了吗 找了 杨卫生 我找你呢 真巧 你们能告诉我 那天电梯里的事情是 姚千姐自己做的 还是你们俩和他一起做的 什么电梯你这 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 别装了 我有目的证人 那 那你就报警去吧 好啊 既然你们俩这么肯定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 喂 喂 什么 也就一头部受伤了 哪家医院 好好知道 那这事回头再说吧 你怎么进医院了 头受伤了 走 海波 哎 他怎么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村民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昏迷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脑部受的人损伤 脑部 对 做没做过盒子公证 都已经做好了 你别太担心 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啊 对了 先别告诉你吧 观察一下再说吧 我明白 嗯 要没什么事我先回公司了 好 你走吧 我通知了他的家里人 等会儿就回到 我知道 嗯 拜拜 来 真的啊 余青青亲口告诉我了 她说她找到了现场的目击者 咱们赶紧跑吧 要不警察来又怎么办 胡说八道 要真的要的话 警察早来了 我敢向你保证 她肯定会回来的 倩倩啊 我还听说啊 那叶静怡被送进医院了 还活着 这 我问你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倩倩 这事不会是你干的吧 哎呦我说倩倩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敢干这种事呢 别胡说了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们出去 不管是谁干的吧 我们可得走啊 你给我点钱啊 我没钱 出去出去 别搬我 出去 出去 就找要钱 你们搬过什么房了 出去 阿姨 喂 青青 文童 今天晚上我来守她吧 不 还是我们守吧 嗯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吗 我没事 文童 明天早上来换班吧 嗯 妈 算不咱们走吧 你也得休息休息了 对啊 早点歇着吧 别累狂了 走吧 走吧 好吧 那就谢谢你了 青江 没事 阿姨 你干嘛 这只是小意思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背着倩鞋 跟其他人狗狗答答的话 我绝对饶不饶你 我最疼你出风流鬼吧 这是冤家路展的 再见 不是 那个 我 有话可 你还要提我吗 不是 我正好有话要跟你说 之前我 后悔你了 对不起 孙逸 孙逸 你不能 我 你不能 也就一样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吃饭 来 妈 把这个戴上啊 嗯 哥 你知道要进一基因医院了吗 啊 是吗 姑姑 妈妈受伤了吗 嗯 好像据说是头受伤了 伤到头了 不会死吧 不会的 你放心吧 啊 爸爸 我要去医院看妈妈 好 好 燕子 没事提什么液进医院 啊 那个 那个吃饭吃饭 妈 好吃吗 哎 村长 你要找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好好好 哎 你好你好 坐坐坐坐 好 来 好 好 您慢慢聊啊 好 谢谢啊 嗯 大哥 您把您指导的再跟我说说 好 当时啊 我在家里塞滑点 就听到外边有人在侦察 所以我跑出去一看啊 看见有女的啊 躺在地上 一辆车跑了 哦 您听没听见是男的在吵架 还是女的在吵架 是两女的 虽然听不清楚 她们在吵什么 但那身影一定是女的 那当时您为什么不报案呢 本来我是想报案呢 但那受伤的女人啊 坚持不让我报案 哦 喂 什么 还拿了个弯出去了 去哪儿啊 老黄好 我知道了 哎 马上来 嗯 拜拜 哎 哎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天天啊 我们想出去避避风头 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呢 我上哪儿的钱给你们 那你要是这么说就没劲了 那我要是被抓进去的话 那你不是也得跟着进去吗 你说什么 本来就是嘛 你说这些事全让你让我做的 你现在不管了 再说了 叶静音已经在医院了 你觉得余金和余金香能放过我吗 他要是放不过我的话 反正我也得把你抖了出来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怕你啊 这不是怕我怕的事 你说 叶静音是怎么流产的 怎么回事 闭嘴 好 我给你们钱 马上回家 哪儿都不许去 记住了 把嘴闭严实 一定闭严实 我等着 走走走 天天 我们走了 老赵 老赵 你刚才说叶静音流产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和倩姐干的 是 你 你听我说呀 倩姐不是当时怀孕了吗 我 她发现叶静音也怀孕了 后来啊 我就 我 她发现叶静音也怀孕了 她发现叶静音也怀孕了 她发现叶静音 你做什么想的 后来她不就流产了吗 哎呀 你和她怎么干这种缺德事呢 小卫生 你把你钢电话再说一遍 这 我说什么了我 说什么了 闹半天真是你干的 你说话得讲证据 你有证据吗 对呀 行走 走 不理他快走 混蛋 今天怎么样 还是那样 温通 你给我出来一下 清清 什么事啊 你姐当时流产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当时 我姐被关在电梯里面 没有人救她 知道谁干的吗 赵桂生 我怀疑 是姚倩倩支持赵桂生干的 你怎么知道 我是听 赵桂生跟游姐姐男妈聊天的时候说的 但是我问她们的时候她们却适合否认 所以我现在没有去找的证据 你先别告诉你妈 我怕她受不了 行 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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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医生 快 晴依 能不能听听我说话 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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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事啊 什么 于新江知道是我让叶静依流产的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做 这件事情以后别提了 你到底要逼我到什么时候 妈 饭打好了 你现在吃吗 哥呢 姐还没醒啊 没有啊 还是老样子 醒了 又昏过去了 就这么一直睡着 医生说 她现在需要稳定下来 我真是担心她一会儿 妈 你别着急 姐会醒的 请医生的吧 姐 姐姐 姐 晴依 你好吗 晴依 妈 能痛吗 晴依啊 你终于醒过来了 跟妈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啊 我在这里睡了多久了 音音没吵着要见我吧 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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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啊 给爸打电话 告诉他不用过来看我了 我没什么事了 他身体不好 让他不要担心我 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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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们现在 先顺着这个病员的心愿 去安抚安抚他 不要逼着他 做他现在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治疗和康复 这就是你女儿现在的状况 妈 那现在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呀 慢慢治吧 姐呢 不是呢 妈 姐的衣服都不见了 她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呀 又是谁来了 又是谁来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快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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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妈 我远期间辛苦你了 没有啊 我还没吃饭呢 还没吃饭呢 妈妈 妞妞 妈妈不在的时候乖不乖呀 乖呀 妈妈你都好了吗 妈妈都好了 妈妈我好想你啊 妈妈也想你啊 我也想你 我也好乖 好 我给你们做红烧排骨 嗯 正好 红烧排骨 吃饭红烧排骨 我知道 你放心 只要钱一到账 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最多一个小时 好 就这样 账铭鱼 账铭鱼 账鱼 现在也找不着了 你说什么 还有 我查过迪士尼公司 和迪拜酒店的投资记录 根本没有这回事 他们不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 我们被耍了 不是老崔你当时 王总 你得拿个主意啊 拿什么主意 拿什么主意 我把我跑了 我把我跑了 你回来了 倩倩 你来了 坐啊 饭马上就坐好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好 你在干吗 做饭呀 娘娘跟我妈都饿了 叶静怡 你给我出去 放下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妈妈 我姐出去 娘娘 不可以这样 妈妈跟你说过 她是妈妈最好的朋友 对不起啊 倩倩 她平时很乖的 叶静怡 我不跟你生气 你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静怡 把她赶走 她一点都不贤惠 你在说什么 那个 妞妞 跟奶奶喝房间玩去吧 奶奶 我们走 走 倩倩 你怎么对我妈那么凶啊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呀 你一直没有戒酒对不对 我不想听你废话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你干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里已经不是你家了 倩倩 你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去 你怎么真的在这儿啊 啊 我和你妹妹到处找你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从医院出来了呢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妈 我是担心妞妞 所以就从医院出来了 好吧 回家再说 走 妈 我不想在医院住了 我在家里待着不行吗 我跟你出去说两句话 快走 那个倩倩 你随便坐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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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呀 我什么都记得 我的家不就在这儿了 我婆婆 牛牛不都在里面吗 姐姐 一定 我什么都记得 都是故意来往亲家的 你一定要帮我 以后再更解释 天哪 可爱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啊 倩倩 倩倩 妖倩倩 我想和你谈谈 收吧 你也看到了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 医生说 遇着她接受目前的状况 会影响到她的身体 你和她曾经是最好的朋友 看在过去的份上 先把她留下来吧 阿姨 你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她真失忆了 那你也不能让她和我 还有王进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吧 是啊是啊 我也不赞成静怡留在这里 可是医生说 我们要顺着她的心愿来 她现在的身体不好 我们要帮帮她 姚倩倩 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好吗 不行 姚倩倩 她已经失忆了 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 为什么不能一笔勾销呢 你就帮她这一次吧 哎呀 就算 就算我求你了 我也要求你 王总 警察说 此事需要点时间 因为海外投资 所以难得有点大 算了 任灾吧 怎么能认哪 人家 认灾 梅宇 从现在开始 对外部人员一律封锁消息 好 帮我把窗户开一下 干嘛 我想偷偷气 喂 喂 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说话 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谈 老公 你先别挂 叶静怡现在在我们家 她得了失忆症 说什么 叶静怡失忆了 六天一样 在妞妞房间已经黏了一天了 老公 好 她这一整天 都搞得像你那亲妈一样 对你妈也很好 对我也很友善 真是不可思议 你觉得她是 她真的失忆了吗 我不太敢相信她 她跟我玩了太多花招了 喂 美玉 我让你查了事情查得怎么样 是 她的确得了失忆症 还是那种选择性失忆症 行 我知道了 爸 你回来了 公司最近情况怎么样 都挺好的 挺顺利 嗯 倩倩 不好意思 红妞妞睡觉 我自己睡着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给你扎点果汁喝吧 王金什么时候回来 我给她打个电话 我们谈谈 你 你你你为什么推她你 你 你为什么推她你 你出去 你为什么来到我们家不走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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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别这样 她是我的好朋友 姚倩倩你忘了 她不是朋友 她每次一来 我就做噩梦 我睡不着觉 不是朋友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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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了我们该睡午觉了 我还没吃饭呢 我们刚吃的饭 晚饭呀 要睡醒午觉了才能吃 嗯 先回觉 哦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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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倩倩 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啦 生气啦 生气啦 跟我来 夜景 你看一眼 这是谁 这是我和我老公 来 你仔细看清楚了 这是王金和我 她是我老公 妞妞是我的女儿 这个家里的每一切都是我的 你曾经领养妞妞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她是我和王金的孩子 我知道 你以为我真的失忆了 你和王金对我的所作所为 你以为我那么容易就忘记我 我死都不会忘 原来你真的在演戏 杨倩倩 我的孩子 是死在你的手上 是你杀死了她对不对 我没有 你胡说 当初是你自己不小心 搞出了意外 自己流产的 把我困在电梯里 就像把我锁在仓库里的行为 一样入出一辙 你还想狡辩吗 为什么不要这么方式来抢走王金呢 我 静怡 别喊我的名字 你不配 因为 我再也不能怀孕了 为什么把我的生活搞成这样 你还做出这么无所谓的样子 你是人吗 我太敬变了 你真不得了 你没 Sophie 我